議員關心台39縣完工時間 陳其邁說明台39縣第一部分 為橋頭科學園區自市區路段 配合橋科園區的建設會較早完成 另一部分則由阿聯往南通行 路段已由行政院同意施工 台39縣這兩部分 一部分是由教頭科學園區到市區這一段 這個時間比較快 因為要配合園區的完成 另外一段就是從阿聯往南 其實這個部分已經行政院同意 我們在整個台39縣的施工 這個大概我們跟交通部的時間 新建的騎乘我們也會把這個時間掌握住 希望說在2027年台39縣可以全部都通車 這條通車之後還有一條叫做 我們台19縣還有台39縣還有陸科 還有陸科這個國一國三 抱歉 這一條橫的這個連通路 高科連通道延伸嗎 陸科一直到國三這條路 有哪要把他打通到台19縣這條 議員關心清潔隊人力的議題 陳其邁指出市府將嚴嚴增加臨時人員 同時也積極增進臨時人員福利 以減少正式人員超時工作的情況 我們在112年的10月6號已經禁用正式正取的172人 備取348 那剩餘備取的原額是330人 也依序來通知禁用 那我們也在近期希望說能夠增加一些臨時人員 那同步的我們大概在我們一些臨時人員等等 一些他們的一些權利 還有一些福利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跟這個正取的 這個能夠稍微縮短一點 盲插同工不同酬 對這點感謝陳議員的關心 那我們會持續的把我們這些不足的人力 那另外來補足 那另外不足的人力有一些區域 是委託給這個民間機構來執行垃圾的一個清潔 還有這個測溝 重點街道的一些清潔 所以我想我們多元配套 來解決我們人力不足的問題 也謝謝陳議員的指教 謝謝 為了減輕清潔隊員的負擔 也將在特定區域委託民間機構 執行清潔工作 以多元配套解決目前人力不足的問題